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央委员泄入出示传闻 有关中共卫健委主任马小伟被从高干病房带走的消息在网络流传 作为习近平三年动态清零政策的执行者 马小伟在今年三月后就没有露面 外界估计最近医疗系统强力反腐 大火已经延烧到了他 8月22日 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转推 国家卫生系统老大马小伟17日被从北京协和医院 高干病房被带走 华语财经也发文说 装病也不行了 国家卫健委主任马小伟于8月17日 被从北京协和医院高干病房被带走 中共卫健委官网显示 马小伟最近一次公开活动是在3月10日下午出席 国务院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视频会商会议 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组长身份讲话 3月12日两会期间 官方宣布 马小伟任中共国家卫健委主任 有21票反对 8票弃权 在国务院组成部门负责人中 他获得最多反对票 中共总理李强3月17日主持举行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 香港明报3月21日报道 中共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代表 马小伟出席会议 马小伟盛传病重 近期已经缺席多个重要场合 但具体所患合并不得而知 公开资料显示 马小伟出生于1959年12月 山西五台人 2001年10月任中共卫生部副部长 2013年4月任国家卫生核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2015年5月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2015年12月任第25届中华医学学会会长 2018年3月19日 他被任命卫健委主任 2023年3月连任 8月22日 金庄五国峰会在南非举行 习近平突然缺席了当晚的重要演讲 多家外媒均以快讯和突发消息报道 习近平未如外界预期现身的消息 英国卫报形容此事是超出预期 美国CNN说习近平缺席是极不寻常 印度媒体更以习近平去哪为标题做报道 随后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在社交媒体配发一张照片 颇不寻常 种种迹象引发猜测 多国专家认为习近平的突然缺席很不对劲 8月23日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在推特上发文称 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金砖工商论坛闭幕仪式上发表讲话 文章还配上了一张会场的照片 但照片中没有习近平的身影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博然也在推特发文说 这很奇怪 华春莹称习近平发表了讲话 但发的照片却是商务部长王文涛代替习近平发言 请注意 这张照片是从很后面拍的 也没有习近平在里面 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格拉尔在推特上说 习近平没能出现在金砖工商论坛上是否有什么不对劲 不过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表示 中方很重视金砖峰会认为有对抗西方的功能 习近平没有全程出席 相信是他的健康有问题 宋国成说 有一句话叫做事出反常必有妖 该说明的不说明 这不就是事出反常吗 在中共这个黑洞政治 只要是反常的话 就一定有不可告人之事 宋国成表示 近期多宗事件 例如秦冈和火箭军的问题 以及青年失业率等 中方均以黑箱和回避态度处理 与世界追求公开透明的做法背道而驰 更使中国与国际社会越走越远 至于习近平没有出席的原因 时政评论人士张天亮猜测有两个 一是习的身体突然出了问题 导致无法发言 第二个是国内出了重大事件 即使习远在南非 也需全程紧盯 如果接下来的会议 习近平能够现身去发言的话 那就说明他的身体没有问题 很可能是国内出大事了 2023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近日 在南非举行中共领导人 习近平于8月22日抵达约翰内斯堡进行国事访问 但意外缺席23日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 引发各界猜测 与此同时 网络疯传一段疑似 习近平在南非参加金砖会议期间的视频 视频显示习近平的随行翻译 因没有紧跟其后而被会议保安拦截在大门外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小视频 中国外交系统永远改不了趾高气扬的战狼习惯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即将访问中国前夕 与中共驻美大使谢峰会面 针对中美经贸关系等议题交换意见 但谢峰却教训雷蒙多拉长合作清单 缩短负面清单 语气居高零下 不过网友认为这是借着美国固权中美关系大局的机会 故意显摆装牛 据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官网披露 谢峰22日会面雷蒙多时针对中方关切的经贸问题 阐明立场 要求美方高度重视 采取行动予以解决 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 拉长合作清单 缩短负面清单 共同为稳定中美关系做出努力 网友认为 谢峰也在为美国贸易指明方向了 中美双方公布雷蒙多将于27至28日访中前夕 美国商务部宣布工业及安全局将33个实体 从魏金河池清单剔除 其中27个位于中国 有网友分析 中共外交部门处理外交关系一塌糊涂 装腔做事却一个胜死一个 谢峰未见得对中美关系建立任何功劳 却对美方讲话如此高高在上 未来中方会为这种狂妄付出代价的 台湾总统蔡英文前往金门岛主持 纪念823炮战胜利65周年活动 作出表示 只有同岛一命才能保住台湾的家园 保住台湾的民主 向北京喊话意味明显 823炮战又称金门炮战或第二次台海危机 1958年8月23日 中国大陆主动发起对台湾国军占领的 金门马祖等领导猛烈炮击 而国军随即对中国大陆东南沿岸及岛屿 予以炮火反击 在炮战初期 国军猝不及防损失较大 但是随着战事的延续 战力逐渐恢复 不仅维护了从台湾本岛至金门的补给线 而且成功守卫金马地区 823炮战结束后 两岸关系一度出现缓和 随着两岸三通的实现 双方的人员交往和经济往来也迅速扩大 台湾在此期间全面实现政治民主化 并在2000年成功完成首次政党轮替 不过由于北京坚持认为民进党有台独倾向 因此在陈水扁和蔡英文主政期间 两岸交流不仅限于停顿 两岸关系还会出现紧张 近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军力的扩张 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压力恫吓 甚至侵扰逐渐加大 迫使美日等国强化与台湾的关系 甚至安全关系 如果没有当年823的胜利 就没有精致的台湾 65年过去威权主义的扩张和威胁 依然冲击着台湾与周边的安全稳定 但因为对民主自由的坚持 因为不分彼此守护共同的家园 让现在的台湾成为全球的关键词 也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肯定和支持 台湾的中央社引述蔡英文的话说 蔡英文周三一早前往金门太武山公墓的中列殿 主持823战役胜利 65周年追思祭道典礼 向炮战中英勇牺牲的国军将士们致敬 他中午还特别与参战官兵 以及一族眷属共进午餐 并在午餐开始前发表谈话 当年岛上的官兵弟兄和居民 凭着同岛一命的义无反顾 力退来犯的共军守住家园 因此让台湾有机会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 蔡英文说 如果没有当年823的胜利 就没有今日的台湾 我要在此向各位参战官兵 还有一族眷属至上最深的敬意 蔡英文在致辞中特别提到 拜登总统上周五在戴维尹 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新月 举行的三方峰会以及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 对台海和平重要性的强调 声明中再次强调 台湾的和平稳定极为重要 更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 蔡英文说 蔡英文指出 在他主政的七年中 他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非常坚定 然而要维护和平必须要先强大自己 因此政府落实国防改革 推动国防自主 不断提升国防的战力和韧性 蔡英文说 这是蔡英文第三次以总统身份 前往金门参与823炮战胜利的周年纪念活动 此次陪同他前往金门的 还包括台湾总统府国安会秘书 顾立雄 国防部长邱国正 国民党籍的新北市长及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以及国民两党的多位立法委员 中共电信巨头华为对中共军事工业至关重要 被美国以安全原因列入制裁黑名单 不允许它购买任何美国零部件 特别是生产电话必不可少的电子芯片 但华为找到了绕过制裁的方法 据路透社引述彭博周二的报道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一家半导体协会警告称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正在中国各地建造一批秘密的半导体制造设施 以便让该公司规避美国的制裁 这个半导体行业协会称 中共科技驱头华为去年开始涉足芯片生产 并从政府那里获得了约300亿美元的国家资助 出于安全考虑 美国商务部已于2019年将华为列入出口管制名单 据彭博社报道 如果华为真像半导体行业协会说的那样 以其他公司的名义建设工厂 那么它就有可能规避美国政府的限制 间接购买美国的芯片制造设备 华为已被美国列入贸易黑名单 限制大多数供应商向该公司运送货物和提供技术 除非获得许可 美国官员继续加强控制 以切断该公司购买或设计为其大部分产品 提供动力的半导体芯片的能力 据法国财经媒体资本说 去年11月 美国收紧了规则禁止中共电信设备和服务进入美国本土 美国通过一项针对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公司法令 不得再在市场上销售 也不得再获得营销授权 这项涉及华为和中兴 以及大华和海康卑视视频监控设备 和海特拉无线电设备 然而华为并没有放弃 他决定不放弃西方市场 根据全球资讯公司普华永道 中国消费者正在调整自己的消费习惯 以应对不太乐观的中国经济前进 普华永道在8月22日周二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危机和高企的青年失业率 是拖累消费者支出的担忧之一 普华永道亚太消费者市场主管Michael Chen表示 尽管中国消费者对财务状况的担忧程度 不如全球消费者那么严重 但消费者一直在抑制非必要支出 报告指出 最近人民币走软 房地产和股票表现不佳 再加上创纪录的青年失业率 抑制了消费者支出 消费者感受到的金融不确定性的压力 这进一步削弱消费者信息 增加通货紧缩的风险 6月份 中国16至24岁的年轻人的失业率攀升至21.3%的历史新高 不过北京上周暂停发布青年失业率数据 普华永道的这份报告意义重大 因为中共政府一直在努力鼓励国内消费 以此作为推动和增长经济的一种方式 该报告自2021年以来 每年发布两次调查25个国家约9000名消费者 最新的报告发现消费需求的减少 和对未来的普遍不确定性 导致中国人的消费更加精明 报告指出 消费者不太可能冲动购物 他们更关注质量和价值以及促销活动 普华永道报告显示 一个可能出现更多支出领域是理由 中国消费者比其他任何国家的消费者 都愿意在行程上花更多的钱 在接受调查的中国消费者中 约62%的人表示 他们将略微或大幅增加 与旅行相关的活动支出 而全球平均水平为40% 而超过一半的中国受访者表示 他们极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出国旅行 而全球平均水平为44% 好了以上是本期万卫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 点赞留言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